大平泉海 真的在這裡滾滾也可以 約朋友燒飲食的時候 例如房間有一個窗 有人說這裡的景觀好像美國中央公園一樣 你們想不想到這個空間可以怎樣用呢? 隱約待約懂得簡單單單 豪宅都不一定要金碧輝煌閃閃發光 自然的簡約風都可以住得很舒適 今天介紹的籠墜設計簡單得來 又有很多細心位 今集就跟大家看完樓 我們現在立即跟你去看樓 Let's go 太子道西兩旁的住宅 一向深受發展商的青內 因為太子道西是連接著 東九龍和西九龍其中一條主要港島 而且比倫的渡達路道 是連接新界和貫穿港島的地方 在這裡中環交錯交通四通八達 而今集要介紹的籠墜就是 位於賀文田太子道西296號 由本地老牌發展商往事家族發展 提供45個單位 車位有43個 即是車位比例接近1比1 製造面積介乎680尺至2296尺 戶型由兩房至四房 我們從航拍景觀就可以看到露台分佈 就會發覺龍聚的戶型在邊邊邊邊邊邊 由最低層二樓兩梯四房 之後每隔幾層就會轉一次職 樓層越高面積就越大 最高層17樓全層只有一個單位 龍聚屬於小學何文田34校網 但是鄰近九龍堂 如果選擇讀私立或國際學校的話 無論在何文田還是九龍堂上學都這麼方便 在這裡由幼稚園、小學、中學、國際學校 甚至住到大學畢業都沒問題 所以這區一直深受中產家長的歡迎 而龍聚整個項目綠勝以上都是三房單位 我們現在就先看看一間經裝修過的示範單位 使用面積1150呎 再加145呎的平台 入門口的右手邊可以擺個裝飾品 擺發鏡出門口前照一照 扮靚靚 左手邊有鞋櫃和儲物櫃 6.7米闊的橫廳設計 一般住宅項目都要最低層或最高層才有特色單位 但由於龍聚每格幾層就會轉一次職 所以這裡就會有空中平台的設計 在九龍市區來說都蠻罕有的 而且這個平台還要橫跨客飯廳和所有房間 一共接近17.8米長 真是在這裡綠靚都行 廚房優型設計採用加近利益的品牌 配有煤氣露電磁爐蒸焗爐酒櫃等等 項目設計亦有很多細心位置 廚櫃打開已經內設了一盞燈 櫃門這個油壓膠是一個意大利品牌 工人房面積亦相當寬敞 三房兩套設計 這間套房設有一個衣櫃位 浮誇很不安 怎去優雅 生活品味高雅才是最奢華 項目以簡約設計同時也很著重空間 所以大部份套廁的浴室門都是採用玻璃做分格 增加採光度 而兩間套房都可以直接出去平台 很奇怪 好像沒有放東西 但是暗床玄機 原來這裡打開 裡面是一個收納位 你拆牙的時候會污下身 將鏡櫃推進去 不會碰到 但又不塞空間 這樣做回收納櫃 這一層樓高3.5米 所以小房這裡可以上層做睡房 下層做書桌 現在是早上大概十點幾十一點 沒有點開燈的情況下 其實也挺光亮的 主人房套廁都是採用玻璃探門做分格 隱形鏡櫃的設計 兩間套房都可以連接到平台 我們現在上樓上看一間複式單位 實用面積2198呎 再加411呎的平台 這間是樓廳設計 客廳旁邊有一間套房 適合有長輩房需求的大家族 這裡的高度比對面的建築物要高 所以看出一片綠柔柔 有人說這裡的景觀好像美國中央公園一樣 飯廳的另一邊連接著一個大平台 廚房是用開放式設計 但想加上玻璃門也很簡單 而廚房是以隱藏式設計 即是看上去什麼都沒有 但其實什麼都有 貴鹏採用意大利的品牌 雙型雪櫃 雙型雪櫃 一邊是雪櫃 一邊是冰箱 一邊是冰箱 景觀很美 看到九龍堂很開揚的景觀 411呎的大平台 最棒的朋友燒東西吃的時候 廚房這裡有一隻窗 方便你只會在這裡拿東西吃 在外面可以招呼朋友 在這個位置如果坐過花台 上去做一些石灘 花的酒杯 可以吃得多棒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坐在飯廳和沙發上 看出去這個景觀 是否很棒 門口這個挑空位置 可以火盞大吊燈 提升單位的氣派 嘩 上層是三房兩套的設計 主人房 跟客廳一樣 是兩邊大的落地玻璃窗 景觀開揚 而且還有露台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 最棒一定是主人套廁 超大的雙人淋浴間 這裡還有一個很大的雙人洗手盆 中間是梳妝桌 另外有一個獨立的辦公地方 但我覺得很奇怪 究竟這裡有什麼用途呢? 嗯? 這裡其實合同一個人的心理 你們想不到這個空間 可以怎樣用呢? 留言區告訴我 三房四房都看過 最後我們看一間兩房半單位 實用面積680呎 再加一個61呎的平台 開放式廚房設計 但可以明火煮食 如果加分塊玻璃門 就可以阻隔油煙 兩房廚房的設備 同樣都是採用加工牛的品牌 廚櫃採用意大利的品牌 這個工作間闊1.35米 長2.6米 兩房半的設計 是一家三口再加工人姐姐的小家庭居住 而這裡有600多700呎做兩房 一家人可以住得很舒適 主人房長5.1米 在玉室前面有空間 可以做兩排衣櫃 或者可以做一個衣帽間 這間是連平台的特色單位 其他兩房半的分層單位 實用面積725至726呎 要怎樣的生活水平 才可以進駐到這個屋 最小700多尺至2,000多尺 鄰居的質素是怎樣 會所位於一樓 設有一個戶外的遊泳池 一個很大的休閒空間 主要是讓老闆們 可以坐在這裡靜靜地看報紙 或者是聊聊天 有健身室 也有桑拿室 龍序前身是一棟三層高的舊樓 由老闆發展商王氏家族和相關人士 在2016年12月以5.16億9日 每尺樓面地價大約8,300多元 五年後 地政總署宣布 項目已以4.88億完成保地價 即每尺保地價金額大約7,900多元 收購價連保地價每尺成本大約16,000多元 首批會以招標形式出售 如果你們對龍序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資訊欄 或者至下留言點擊WhatsApp連結聯絡我 如果你們都喜歡這類介紹新款的現樓影片 記得按LIKE支持一下 訂閱就不會錯過任何新影片 以及分享出去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欣賞 4 7 10